大家好,我是莉莉,我今天读一个不爱爬山的大象 大象是个非常热心的大块头 它和山羊猴子都是好朋友 山羊院子里的栅栏破坏了,需要重新翻修一下 大象举起长长的鼻子,很快就把破旧的树枝清理干净 又把新树枝搬了过来,在大象的帮助下,山羊一天就修好了栅栏 它高兴的对大象说,大象哥哥,谢谢你的帮忙 明天我们一起去爬山吧,我知道山上有一个很好的地方 肯定有你最爱吃的东西 大象摇摇头说,明天我不去了,我不爱爬山 山羊在心里暗暗的想,大象哥哥这么壮的身体 怎么不爱爬山呢,真奇怪 调皮的猴子正在树枝上荡着鞦韆 突然他手里的树藤一下子断了 哎呀,不好,这下子要把屁股摔烂了 猴子在心里暗暗的叫苦 但是,他感到自己摔到了一个软软的垫子上,一点也不疼 猴子偷偷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摔到了大象的背上啊 大象路过这里,看到猴子有危险,所以赶快跑过来接住了他 猴子真高兴,他对大象说,大象哥哥,谢谢您救了我 明天我们一起去爬山吧 我知道山上有一片你最爱吃的香蕉鳞 大象摇摇头说,明天我不去了,我不爱爬山 猴子瞪大了眼睛,看着大象 心里想,真奇怪,大象为什么不爱爬山呀 连他最爱吃的香蕉也不能引他爬山的兴趣 这一天,猴子和山羊遇到了一起 他们分别说起了大象的事情 两个好朋友惊讶的发现,大象居然都拒绝了他们两个的邀请 这可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山羊猴子想破脑袋也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回事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为什么大象不喜欢爬山呢 谁能想出来为什么 我告诉大家吧 因为大象的身体太重了,爬山会耗费很多能量 大象爬高一米说耗费的能量相当于平地上走一米说耗费能量的25倍 所以对他来说太吃力了爬山,对不对 另外爬山也可能会导致体温过高 威胁大象的身体健康 所以每一个动物他都有他食和自己的活动范围 对他来说爬山就是不健康的,对不对 对他来说,对大象来说是不是 好,谢谢,谢谢大家听莉莉这个故事 好,bye